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阿三 究竟中国女排正在宁波北伦备战 在今天晚上我们将迎来奥兹赛的首场比赛 对战的对手是乌克兰女排 这一次奥运资格赛关乎到奥运门票 那么很多球迷也非常的关注中国女排的今晚这场比赛表现如何 我们的实力又会是怎么样的 对比此前四联赛又有哪些提升呢 接下来和各位球迷的重点分享一个喜讯 就是在本次奥运资格赛中国女排有两大主攻手 是可以大幅度提升我们整个球队的火力 有利于我们接下来横扫各大劲底 首先按照此前公布的14人大名单来看大家可以发现 除了李莹莹这个绝对核心在之外 另外一方面丁霞这位老将 以及我们中国女排年轻主攻手吴孟杰 都同样入选了本次名单 在这样的情况下实际上其实蔡斌呢 无疑是迎来了两大旧兵 一方面呢丁霞可以提高我们二传的稳定性 另外一方面吴孟杰也可以大幅度提升中国女排的火力 尤其在主攻手方面 其实在此前四联赛呢 中国女排的表现并不是那么稳定 王云露这个乱球天后呢 非常的吃状态 状态好的时候呢 能够和林莹呢 能够组成我们两大魔兽 很少各大对手 但状态不好的时候呢 也容易拖累整个球队 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教练组呢 自然就是希望能够引入一个强元来提升我们主攻的一个火力 目前来看 吴孟杰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在此前亚锦赛吴孟杰呢 多次 啊 荣英中国女排得分王 那么场均基本上能够拿到16 17分以上 所以加那个数据足以证明呢 吴孟杰是一个表现非常出色的球员 尤其是他的臂展呢 更是非常的有优势 所以我们呢 完全可以相信他能够在这一次 对战奥兹赛这几个对手拥有强大的表现 另外一方面呢 林莹就更不用说了 在此前四线女排联赛呢 多次获得进攻得分榜的冠军 那么最终呢 还能够在场均得分 包括扣球成功率的那些各方面的数据 都排在世界女排联赛的前几名 那么这些数据足以证明呢 林莹不仅是整个中国女排的得分王 也是整个世界排台当中呢 不可多得的优秀主攻手 所以说实话 我们在主攻方面呢 能够拥有林莹以及吴孟杰这两大核心的话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得分 包括火力都可以得到保证 在这样的情况下 相信中国女排呢 很有可能会有比之前四联赛 更加稳定 更加突出的表现 由此一来呢 我们拿下乌克兰女排自然不在话下 甚至啊 有机会冲击小组第一 这次奥运资格赛结束之后 接下来我们将会迎来亚运会的比赛 所以其实这一次的赛事成绩呢 将会影响到我们后续的士气和状态 所以啊如果说我们能够在本次奥运资格赛 在九场能够拿到所有的胜利的话 后续相信我们会一股作气 在亚运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直接登顶亚运冠军 一旦在这两战赛事都取得佳击 那么后续我们去备战亚运会的奥运会 相信中国女排会有更强大的信息 那么到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以一个更好的姿态 来迎接中国女排一姐朱婷的回归 能够向明年的奥运会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 中国女排加油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